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鼻蓝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我们对东亚局势 台海局势 中俄在日本军事演习 整体的这个意图 我们来做一个通盘的一个分析 包括解放军目前的这个对局控的掌握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美国的反应 等等等等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通盘的一个分析 这是很重要的 那么大家都知道 昨天中国大陆的这个无人机 我们再不清楚是这个军用的还是民用的 看样子是无人机是民用的 是民用的那种类型吧 不是那种大型军用的那种无人机 比如说今天飞到这个台湾东部 穿越日本公国水域 到达台湾东部的 这个就是典型军用无人机 TB-001 这大型的军用无人机 要日本的F-15紧急起降来应对的这种无人机 这种是属于正二八点军用的 由这个解放军操作中的 那么到下面去的这个无人机 它看似是那种四个扇子的 这种应该是民用的 但是操作它的能 我个人感觉百分之百 它绝对是这个军方能源 因为在那一代有名文的规定 就是说老百姓是不能够操纵这个无人机的 因为就是怕操纵无人机 引发误判各方面 所以说那边是不能飞的 那么现在飞过去的目的很明确 很多网友说 昨天它是弹射机的 怎么我们没有给它个颜色 那大家要知道 这个叫做测试它的反应 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的这个军事演习 对吧 和整个包围台湾的这个战兵警循 我的最终目的是要不停的来刺激你 我要来这个以武逼合 我要进行北平模式 我要进行以武促统 那么我导弹也打了 我军机也穿横穿了 然后我也这个进入到你12海里范围内 去搞军事演习 跟这个俯瞰台湾的海岸线了 军机军舰 那么整体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包括我的网络战部队 又切入到你台湾的电视节目当中去了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 好像由于这个台湾当局的这个后脸皮 这个乌龟王八蛋 乌龟王八菊 好像这个作用并不是很明显 但实际性 但实质的作用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 是非常明显的 对日韩这种影响 对台湾的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 不是一点半点是非常非常大 但是就这个我们从表面上来看 那些呢 它这些数据 数值是露眼看不到的 那你要去统计分析 跟生活在台湾实在是感受到 但是呢 在直观上 好像作用不是很大 那中共当然要达到这个效果 那用的这个效果很简单嘛 就是用这种民用的无能机 过来拍摄你 来测试你的反应 对吧 因为没有 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军队 哪怕是伪军叛军 还是正规军 谁被这样子近距离拍摄 被这样的戏耍玩弄 谁都受不了 会让一个政府 不管这个政府是合法的政府 现在在宪法的合法政府 还是说是个伪政府 它都是颜面尽失的事情 所以说即使是像南部湾 傀儡政权这样子 在那里躺平等死 他即使在那边讲我们不开第一枪 持续性这样的骚扰 也是让他难以很难堪的 那么再加上像那些台湾民众 和好战民众 或者说那些国民党的这种骚扰 这种鄙视和拱火 他更加是受不了 所以说他才会去开枪 那么这个跟老兵之前的分析一点都没错 我说台海局势一定是美国弄巧成拙 这个弄假成真 然后这个台湾会开第一枪 现在这第一枪就是开了 但是他的这个第一枪 老兵就说过 就是胡锡进现在警告的这一点 胡锡进他也发文了 他说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情况 这个情况你严重到 你胆敢去把我们的无能机 不管是无能机是军用还是民众 你把它给击落 那可能你会有很严重的后果 对吧 那当然胡锡进不能代表中央 但是他会去抓这样的舆论的重点 那他这样子去讲了 讲了以后 那我们等于说是 如果说台湾当局跟西方 把他们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还是刻意的有意的无意的 把胡锡进当做是中共的 试快的表达方式的一种 那现在对你也是放这个警告了 那么我想请问你该怎么去应对 那么今天呢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声明啊 好像挺牛逼的 什么声明呢 就是这个台湾的所谓的国防部 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对进入台岛12海里海空域的飞机和船舰 国军将毫无例外的行使自卫权和反击权 那么 那么这个就是说的 就是在局势在榜上升级的 在顶高了 他们在顶高了 就是说我前段时间 我的你的12海里 我是随便进 那现在你已经放话了 同样的 我无联机近距离的来拍摄你 来戏耍你 来玩弄你 修辱你 你现在已经开枪了 那你这个 这个这根底线 已经被中共给示出来了 对吧 中共已经很清楚 你的底线在哪里 你哪些事情是你不能冷受的 我不停的在刺激你 我不停的在搞你 对吧 我在厦门这边 用无人机拍摄你 进去拍摄你的这些呆蛙 然后再配合网络资讯战 和心理战 对 然后再对敲你 你是受不了的 所以说你并不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啊 对吧 你这个温水煮青蛙 用美国国防 用美国白宫的话讲 大陆正在温水煮青蛙 但是现在这个温度加高了 青蛙也受不了 青蛙也要跳 这个是动物的习性 我们啊 也就是说 中共变成生物学家 他把这个两栖动物的动物习性 给他试出来了 哦 原来你不是你所谓的那样子 你的底线在哪里 那中共他搜集这个讯息就很重要 我用什么样的方法 我可以迫使你来挑动台海大战 这一点很清楚 啊 这一点这个情况的掌握是很清楚的 对吧 那么同样的 台湾呢 他现在也在做一些的这样的方式和方法 想要如何来避免这样的情况的发生 比如说第一个 台湾人说 在我们的营地 要摆满这个 摆满维尼熊 啊 摆满这个 大的一点的这个维尼的公仔 啊 或者甚至说 把头像给换掉 啊 有些话我就不说了 不说了啊 那换掉 那还有就是 喷那个粉红色的油 粉红色的漆 啊 就等于说是 跟你来搞这个 这一套东西 啊 让你呢 自然而退 你这些画面呢 啊 就别别在那个 你们大陆 负责粮上面去放 因为在大陆放的 台湾人呢 也会过来看的 啊 那么 还有一个就是 他现在已经 讲出来的一点啊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回应啊 华盛顿 台湾军方表示 星期二 8月3日对一架 无视警告 持续攀旋在 金门岛限制区上空的 中国无联机 发射实弹欲语离 这是一段时间以来 中国无联机多次 轻挠台湾 离岛金门后 台湾首次以实弹 防卫射击 作出反制 在台湾军方对 中国无联机 轻挠发出警告射击后 白宫发言人 让皮埃尔 星期二 在例行计则会上针对 美国是否对 台海情势 有所担忧的问题 表示 美国将持续 依据一中政策 与台湾深化关系 包括持续推动 美台经贸关系 美国也会保持 与北京沟通管道的畅通 他也重复 前一天所说过的话 强调美军将继续 依据国际法 穿行台湾海峡 那么他在一中政策下 依据一中政策 深化跟台湾的关系 那也就是说 跟你中国大陆 没有什么关系 好去深了 我现在就不停地 来升高台湾的这个重务 跟台湾的关系 经贸关系 包括美军穿越台海 那么美国国防部 首席副发言人帕特尔 星期二在一个电话会 记者会上被问到 华盛顿是否担忧 太紧张升级的问题 是说希望中国 不要使情势升级 美国将继续支持台湾 并与北京保持管道畅通 沟通管道畅通 美国将继续支持台湾 的同时与北京 保持管道畅通 这个逻辑 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逻辑 这就是美国的摆索逻辑 那么同样的 台湾金门防卫指挥部 在一个新闻稿中说 当年时间下午四点多 集大弹二弹 试域地区发现 民有无能机 三批三架次 经过首军射击 信号弹试井后 这些无能机 急飞往厦门 方向飞离 经济防部发言人张龙顺说 当年时午五点五十九分 又发现一批一架次 无能机再次进入 二展地区 限制水上空 依据 首军依据 程序实施 市井 但因无能机 持续攀旋 于是对其进行 防卫射击 驱离 无能机六点 向下门方向 飞离 经防部将持续 保持警戒 严密监视 对于中国无能机 以灰色地带 对台湾进行 灰色地带烧牢 为美国空军战略事务 咨询顾问 这个詹亦廷 在接受美国之音 电邮采访时说 这显示 中央联盟共和国 假装台湾 好像是美国人 傀儡的做法 是多么的荒谬 他说 台湾军方 有他们自己的交战守则 最近中央联盟共和国 公布骚扰 台湾军人的做法 但这种做法也让蔡英文政府 承受极大的压力 看到没有 蔡婆子 这个压力是很大的 因为我说过 全球没有一个 包括 不管你是正规军 还是叛军 还是伪军 还是什么军 这个军 那个军 还是警军 没办法忍受这样的事情 这个事情压力太大了 就代表你政府是干事 是打你脸 对吧 必须果断做出反应 现在这种情况 提高了无意间 引发的后果 或冲突的可能性 张 议庭说 面对中国的灰色地带骚扰 台湾或许会更加专注于 所谓的软杀电子战能力 以应对这种无联机威胁 但 却不至于进一步 让情势升级 但非常清楚的是 从一开始 中国共产党就在玩一个 升级的游戏 或许是由于藐视 台湾的军事能力 或台湾的政治克制 他说 所以大家对这个情况能够理解吧 他将用电站设备来干扰无人机 用软杀伤的方式 软杀伤嘛 我并不是开枪击落的 我用软杀伤击落 看不见摸不着 你中国不能说拿这个东西 这个作为 对吧 对我开战的一个借口 那其实你这个都很蠢逼了 你有软杀伤 我也有软杀伤 我的软杀伤比你强大 我电磁压制你 你行吗 那我下一次 我就想这样讲 你现在能开 能这个 现在使用这些民用 所谓民用的无联机来拍摄你 对吧 那下一步 我用军用的无联机过来 你台湾要怎么办 我用军用的无联机 插打一体无联机 我上面带的是导弹的无联机 我请问你还敢开枪吗 如果你开枪 如果你对它射击 如果解放军一颗 精确制造导弹 直接标向你的这个营区的话 你该怎么办 你该如何是好 如果是解放军的 正儿八经的什么 翼龙啊 彩虹啊 这种无联机飞过来 来拍摄你 上面很明显 带的是石弹 那么你该怎么办 如果我解放军拍摄你的画面 我再放流通到民间 公布在网上 你又要怎么办 所以说这个问题 所以说这个我们可操作的空间 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而台湾的空间是非常非常的小 它弄不好 就是他妈的擦枪走火了 大家懂这个意思啊 那么美国无能为力 我们的无能机这样飞过去 美国我也没看到 它有什么实际行动 那么大家要知道 现在啊 有一点是 这个是被曝光出来的 二十大前 北京被曝打探外国 对攻台反应 中共敲定 二十大将于10月16日 在北京召开时期 专门报道 国家级情资的 法国情资新闻网上披露 中国正在进犯台湾做准备 以指派海外情报网打探 若北京攻击台湾 外国政府有何反应 美军会否协助台湾 据报 莫斯科试图说服北京 在攻台上接受其协助 那么 现在大家要知道 中俄的这个军事演习的 这个时间点 我觉得也很重要 为什么 这种军事演习 我看了一下 几乎是北部战区 在协同配合俄罗斯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那北部战区 系统配合俄罗斯的话 那么说 等于说 俄罗斯浪开 这个作战的这个范围 让解放军可以从 东北直接进入到俄罗斯 对吧 然后军舰直接到 到日本海 那么这个军事演习 就是牵制 美日的这个军事演习 对吧 那这个是很明确的了 我先要用这种军事演习 直接威胁日本的本土 因为我们的军演的范围 已经到了 它的这个国后岛 对日本不足十海里的 这个范围了 那么 把它给们给搞定 震慑住以后 这边我已经采集到了 我所需要的台湾的底线 在哪里 菜婆的底线在哪里 我已经知道了 那二十大提前一个月召开 对吧 那该有的人事布局 布局好 该既定的路线 路线要搞好了 那接下来就是为这个事情 再做准备了 是吧 那也就是说 我只要在我控制范围的 这个挑衅 那么你现在台湾也已经 升拔高了 说十二海里内 你只要敢进来 我就怎么怎么样你 那么 我下一次 我军舰 我直接再进入到你这个十二海里 你是不是就要打了 我飞机进入到这个空间 你是不是就要开火了 那这个我们都是拭目以待的 所以这个地方 已经到了擦枪走火的 最危险的一个边缘了 好 感谢各位收视频 我是老编达 喜欢点赞订阅计 我是谢谢